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凝视骗你 不爱你 不爱你 不爱你是骗自己 寂寞的街灯接着你不顾依我远去 凄凉的孤单伴着我默默地祝福你 愿我 愿我怕 知道你愿我无情 只有 只有忍着眼泪 千言万语只有一句 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寂寞的街灯 陪着你不顾依我远去 凄凉的孤单伴着我默默地祝福你 愿我 愿我怕 知道你愿我无情 只有 只有忍着眼泪 千言万语只有一句 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李宗盛 你不要闹了 好不好 我拜托你 你去把陈志祖给我叫出来 老哥 要不要从今天去 我还老是非你的朋友 老哥 有话慢慢说 不要生气 干什么 干什么 吉他先生 对不起 没有什么事 一点点小误会 对不起大家 继续工作 没有什么事 没有是你讲的 你脸上的伤怎么回事 没有 没有 吉他先生 龙哥 他是骑摩托 不小心撞到垃圾堆里面 就算乱七八糟 受伤了 胡说八糟 你看见他 我 你也没有看见 有啊 真对不起 这只是一点小误会 不好意思 打打你们了 妈妈 你等一下到分子网来一下 还有你 我也有事哦 你不是看他 起摩托车摔进垃圾堆的吗 你是证人啊 我找谁是谁啦 这小子 不会讲话就不要讲嘛 不要乱讲嘛 说什么摔到垃圾堆里去 把警察当成傻瓜 不会说是自己高兴起来啊 自己打自己 法律上还没有说规定说 自己不能打自己 对不对 对啊 嗯 就是有你这样的长毛 难怪一晚跟阿龙 才会越变越流气 哎呦 怎么这样讲啊 来就是了 哎 你刚刚去哪里啊 刚 我都听说了 我刚送我大哥走 回来听说阿龙 你跟阿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阿龙脸上带了伤 而且又气臭臭的跑来找你 没有啊 我跟阿龙之间 再也没有过什么乌龟啊 哎呦 没有关系啦 我等一下问阿龙啊 啊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 每天你总被出现了 居然连个老婆都管不住 谁叫你带雅芬岛治疗来的 雅芬岛 他是听到你在电话里面 忽然问起陈正宗的生人 心里大起疑团 所以 什么大起疑团 你少跟我咬分咬字 马上带雅芬回去 现在就带他回去 真好 相信乔海女 你跟正宗的过去 我都听说了 不过 你现在既然已经嫁给文豪 就该对正宗的一切 彻底带不好了 不该有关正宗的一点风吹草动 还都那么叫你无法自持 何况文豪对你那么好 你忍心 除了在心里背叛他之外 还要他时常当面承受你伤害 一个丈夫的尊严吗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情不自禁 是吗 傻雅芬 确实社会不同于穷妖小说式的梦幻 不能单凭一个情字 就可以自我赦免一切 你明白吗 别说你忘不了正宗 难道文豪爱你 都变成有罪吗 别说我 傻瓜 忘了 忘掉一切该忘的 好好把握眼前的幸福 哎呦 你用屁股一想也知道嘛 陈医师又不是那种人 如果我们那天打不过阿胜的时候 他也不会跳出来帮忙我们嘛 说不定这就是他跟阿胜他们串通好的把戏 哎呦 怎么又讲这样呢 老哥 我那天哦 还为你在分出所被警察过来一度 你怎么不请我一颗冰囊 哎 副政长 听说你昨天又被招到警察骑的 你欠揍是不是 啊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在大街上给我宣传啊 就是嘛 你赚钱不利赚钱 你在那边聊天干什么 哎 塞住你的乌鸦嘴 哦 司机 能不能请你快点开车 好了 马上走了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开车 对不起啊 小姐 他们两个是我的好朋友 刚才那个人为什么被抓进警察局啊 是不是跟人家打架 我听人家说 阿龙正在跟一个叫陈正宗的医师 争一个护士小姐 还闹到医院去哦 陈车 你刚说 有一个叫陈正宗的外科医师 他在什么地方 你认识陈医师啊 他是不是 看起来像我这个年纪 差不多了 麻烦你带我去找他 陈医师 有两个说是你台北来的朋友找你 台北来的朋友 一男一女 不久以前 他们还送过一个比较被打猎的朋友 来过我们医院 还跟院长聊过 那个女的好像是姓方吧 方雅芬 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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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一直要找正宗吗 为什么又不愿意见他呢 乔阿姨说得对 就算我跟正宗再见面 又能怎么样呢 为什么你不敢面对方雅芬 什么事让你这样逃避 事不愿意 还是有愧 是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总之 我有我的理由 难道 是不可告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也不懂你指的是什么 我只知道 我有权利保留 我不说出来理由 难道我以朋友的身份 來表示一點關心 這件事立完 到此為止 啊 不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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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想你 是騙你 不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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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騙我自己 靠近我的街燈 陪著你不顧離我遠去 淒涼的孤單 瞞著我活活的祝福你 願我 願我怕 知道你願我呼氣 只有 只有忍著眼淚 千言萬語 只有一句 我還是永遠愛著你 我還是永遠愛著你 真好玩 好像那個小伙子 瞧你長不大的樣子 爸 我想 我想留在這兒幫你關理這個礦場 你來管理 雅芬在來這兒的途中 已經先跟我談過這個問題了 我贊成 你贊成 雅芬 雅芬既然能夠排除 陳正宗在她心底殘留的影子 你何不對她這份努力加以鼓勵呢 努勵 雅芬之所以想留在七寮幫你管理礦場 無非是想能夠真正淡然地面對陳正宗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想 如果 你能夠淡然地面對 你曾經所深愛的人 而不再逃避的時候 到這種程度 她已經不能影響你了 感情的昇華 使你不再自愛自憐了 我怕 這麼接近陳正宗 會不會讓雅芬的情緒更加低落呢 我們現在該給雅芬的 不是懷疑而是鼓勵 就讓她暫時留在七寮吧 多給海底信心 支持她 鼓勵她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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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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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哥 老闆罵死了啦 罵什麼 老闆說啊 你到底還要不要送瓦斯的 你要是不送的話 我就要吃自己 你跟老闆說 就說我身體不舒服 相請幾天假 請假 老闆聽說我們兩個今天被送去警察局 一個臉就像那麻將的武統的 你還要去請假 那誰他 他要開除我就開除我算了 大不了我去當礦工嘛 礦工 啊 哎呦 你知我知啦 你是吃不了那種苦的啦 好了啦 反正你先把我請下去對了 那你這一定要幹什麼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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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龍 阿龍他去買一把木刀 阿龍 我知道我空手打不過你 不過手上鑰匙有東西 恐怕你就不過看了 阿龍 我實在不明白 我今天要什麼地方得罪你 你不費裝了 你叫你台北的朋友來找我麻煩是不是 有種你自己來啊 阿龍 把話說清楚 我什麼時候找台北的朋友來對付你 呸 你敢做不敢當 你算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這到底怎麼回事 你不知道 你叫你朋友警告我離開方方遠一點 要不要 沒有 真的沒有 你告訴我 是什麼人找你 說是我的朋友 我怎麼知道 跟你一樣都是小人 根本都不敢報名字 阿龍 這不必裝了 把木刀撿起來 今天我非凡地打得當狗爬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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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木刀撿起來 我不會用 阿龍 我們就到此為止 我不是用 我自己封鎖不可 先帶你去 怎麼会 是 對 有幾個 你是怎麼跟老闆說的 我就跟老闆說 你身體不舒服啦 要請幾天假 不過你的運氣也不好 踩到牛大便 後來我才知道 老闆跟老闆娘吵過架 那個老闆的臉 好像那苦瓜一樣 但你還跟他提 是你要我跟他講的 豬八戒他媽怎麼死的 你不會看他臉色啊 看臉色 他那個死人臉 每次一板就好幾天 你又不是不知道 回家吃之前好了 至少明天開始 也不用上班了 連你在一起啊 明天也不要來上班啦 老闆 不用說了 把這個工錢算一算 明天你就去找工作啦 再見 找工作就去找工作嘛 在台灣怕找不到工作 再見啦 說真的啦龍哥 我們要去找什麼工作啦 當礦工啊 賺得比宋瓦斯還多 真的要當礦工的喔 還有什麼真的假的 不然你在氣了 你還想幹什麼 龍哥 我們宋瓦斯的時候 可以摩擬 可以摩擬 又有摩托車旗 現在咧 哎呀 想辦法多賺錢 自己將來當老闆才是真的啦 當老闆 當老闆不一定好啦 要是那個老闆喔 請到像你跟我這種人的話 那個店喔 早晚就倒了啦 哎呦 你有沒有聽芳芳說喔 姓陳的今天確定會搬成芳芳 陳醫師啊 你聽芳芳說喔 不搬了 耍我喔 昨天還說什麼 要我今天晚上去接芳芳 你還說什麼 要我今天晚上去接芳芳 走吧 你真的決定 要搬到旅舍去住嗎 我想暫時搬到旅舍 暫住幾天 等找到房子 再搬過去 你也不必急得 今天一定要搬走啊 再說 我可明白你會有什麼理由 要離開我這兒 我自信我跟芳芳對你都不錯 不是這個原因 因為自從我搬進來以後 我跟芳芳說 引起外頭 說些誤會的話 對芳芳來說 實在不公平 所以 你聽他們說 只要你自己行政 不信無愧 你管人家說什麼 何況 芳芳她都不介意 就不是理由 芳芳 你要走的事情 你跟芳芳提關嗎 她知道 芳芳 因為昨天晚上 一度怕她生氣 我就答應她不搬了 可是 經過一天的爭奪以後 我想我應該 離開得好 你真正的原因 是要輸給芳芳對不對 如果真是這個原因 我也不好強留你 打個電話給她嘛 我問她是不是已經回家了 要不要來接你啊 我 你不拍她 你? 聽芳芳的話 其實啊 她以為你下班自己回去啦 所以沒來接你呀 快去打個電話嘛 好 我來聽你打好了 金土伯,不用了啦 我还是留下来,再陪你一会儿 待会儿,我自己就回去了 陪我? 以前下班以后,你就没有想到陪我 今天人家陈医师白天请假不在 你已经没有人来接你,你就想要来陪我 你不要跟金土伯来玩这种心机呀 我哪有跟你玩什么心机嘛 我知道啦,你想啊,在医院多等一下 看看陈医师是不是马上会来接你回去啊 陈忠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他是怕别人的嫌疑嫌疑,会伤害你 所以,妈 只要我没赶人家走 何必管人家遭什么礼物板子去 妈,谢谢你今天陪我回去 我要去睡,然后我学习 你开什么? 你肯定好,好,你不是吗? 我去习! 我去习,你去习,你去习。不疼 。我去习,我去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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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你先跟安隆回去 我上街去買點東西 媽 我們可以一起去啊 然後買東西再回去 這樣好耶 我們先陪伯母上街 然後 你跟我們去做什麼 我 芳芳是跟你開玩笑的 待會兒 你先送芳芳回去 陪芳芳吃飯 然後我回來以後 還有話跟你說 走走走 媽 走 沒想到 雅芳跟文豪 也來到了齊了 看來這一次 我真的該離開 請進 給你送開水來了 謝謝 聽說你要長期的住在這裡是不是 我只待幾天 我叫阿貴啦 還要什麼 就打電話到服務台叫我 好 那個 先生 聽說你是外科醫生是不是 是齁 唉唷 我跟你說 上一次我開門場的時候 唉唷 這個 謝謝你 等一下 你交代總機跟櫃台 要找我說我不在 喔 這亮喔 好啦 我會交代他們啦 那這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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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水是不是 剛才我打電話到櫃台 沒有人接 謝謝 現在我值班啦 我就給你倒 好 等一下我就把開水 給你送過去啦 你先回去 好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在旅社當個服務生還蠻好賺錢的 光是客人給的小費 一天就不知道賞多少 那我旅社生意好 客人也大方才行 你啊 說得也是啊 爸明天 就讓我正式接管礦場 恐怕有一陣子 我沒有辦法回台北陪你了 沒關係啊 我們各自努力 祝你這 一個是 我沒有錢 你哪有錢 我呢 你さらばい 你你自己在哪 你多給我 你難免 你會跳 你什麼 是一個清澆的目的 怎麼會呢 我們原先就說 結婚是為了應付董事長對你的壓力 更何況 我也希望早一點和陳振忠 早日跟她從歸就好 到時候 我會按照我們原先的約定 跟你辦理離婚 到時候 我會按照我們原先的約定 跟你辦理離婚 文豪 你實在太善良了 我在切耀這段時間 一定會努力使自己忘了陳振忠 希望將來有一天 我真的能成為你名副其實的張太太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忘了陳振忠 你不是一直都愛著她嗎 你不是 難道你忘了 今天早上 那位司機說的話 陳振忠在欺牢 喜歡了一個禮狐師 我又何苦 何況你對我 早已勝過從前正宗的對我 我又何必 我又何必 我又何必捨盡求你 我又何必 何必去追求那一個 滅亡未知的江湖 我不敢保證 在切耀這段時間 一定能夠坦然地面對正宗 而不是更加地羨慕 不可自拔 但是我保證 我會努力的 是不是要偷喝酒了 沒有啊 你交到我不能喝酒 我就沒有喝了 那是雞湯耶 是嗎 只有湯沒有雞 有雞啦 雞是我出光啦 這是什麼 奇怪啊 怎麼會有那個米酒蓋 像你們這樣不要命的 叫我們當醫生了 怎麼幫你 對不起啊 我以後會改進 改進 喝別啦 不不 我以後絕對不會不喝酒 不不不 出院以前 我絕對不會喝酒 不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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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又要在醫院多留幾天 雖然我們醫院的收費不高 還是要花錢的 你有沒有想那麼高 三勇賺錢不容易啊 我知道啦 以後他想要灌酒 我也不喝了 不喝了 沒時間 待會兒給他打一盞消炎台 對還有 以後外頭帶進來的食物 除了水果以外 一定要先給我檢查 是 哇塞 我這陳醫師五有過厲害耶 我比那個那個那個刑警還厲害 你呀 你才厲害了 你居然在醫院裡面 偷渡走私 敬口名酒 完苦 好 好 呀 來 來 來 用啊 你看有香嗎 像什麼 像礦工啊 我們現在是礦工的 還是什麼像不像 來早 連坑底都還沒去過 哪算什麼礦工啊 我看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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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小姐 哎 你這一次是不是要來買逛堂呢 對 你又有什麼意見 哎 哎 你講這樣哎 你不知道我是新來的大股東啊 我是這麼新來的廠長呢 我是這麼新來的廠長呢 那你比我大 我只是新來的副廠長而已 所以啊 以後你看到我要先寄個工說 長長好 對對對 還有我啊 以後見到我呢要先跟我叩頭說 大股東萬歲萬歲萬萬歲 知不知道 客長好 他們兩個是新來的 今天頭一天上 哦 聽說一個是廠長 一個還是大股東 沒有啦 客長我們兩個是跟他開玩笑的 哎你 你還不是說你是什麼新來的副廠長啊 就是嘛 我們是跟他開玩笑的啦 他可不跟你們開玩笑 方小姐就是我們新來的副廠長 也是我們董事長的千金 是 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不過以後 我們大概就可以天天見面了 這下真是掉進糞坑裡了 還金萬兩了 趕 acho 嘛 有趕心是 可能是 Aww 還老奸 啊 他講不聽了 我的長者 女兒 甚麼 这些莫逆之交 在一乡一起工作 一起奋斗 这期间 我们俩还同时认识了一位 年轻而事业有成的 华侨小姐 华欣 当年的华欣 简直跟现在的乔演唱 唱得像极了 只是华欣那时候还要年轻 我跟你父亲情不自禁的 同时喜欢上了他 可是 当时你父亲在台湾 已经娶了你妈 而且有了一个小男孩 应该就是现在的郑雄 所以 所以最后是你赢得了华欣 这故事的结局 我已经知道了 你今天约我出来 就是要告诉我这些 我要说的正是你的出身年 对 我的出身 我的出身跟你们这段故事有关 对 你告诉我 我 我没谈完呢 没什么重要的事 我只是没想到 正宗会是我多年老友的儿子 我想在离开齐聊以前 再跟他见面吧 哦 从前 要是我对你有什么 看法偏差的地方 还希望你原谅 比如什么 没有家教 跟雅芬在一起的目的 是为了你们方家的财产 不管我说过什么 不管我说过什么 我都郑重向你道歉 从前 我误解你了 为什么 为了发现我是你离山多年好友的儿子 这对我的看法完全改观 从正雄的表现 从我知道 你将巨款 捐给乔院长主持的医院开始 还有 陈医师 或许 你允许我直接叫你正宗吧 当然 乔院长有话请说 何不将你跟方董过去的不愉快 看在雅芬的份上 一笔勾销 方董 已经将在齐聊买下的那块土地 改捐给孤儿院了 可是我们计划中 以服务低收入者为主的大医院 仍将折地盖界 希望到时候 我们能够拥有像你这么一样 优秀的医生 但愿我能够活到那时候 傻孩子 这是什么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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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家 女士 大家都 想和我借歌 對對對 陳醫師說得對 他是為我好 阿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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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幹什麼 你想當消防隊員的話 到外面去 少在這裡替我 請你不 可是他 要走了 上班走了 開通門了 走了 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陳大醫師 你要什麼事 拿去 這個农富山長啊 一道柴什麼都不懂 新規矩到一大堆 還叫我來什麼 全生健看檢查 什麼 簡直是在找麻煩 就是 不是啊 他是怕我們得到什麼 那個 這個 艾滋病 我看他 根本是新冠上任三把火 一到任 就想準備裁員了 對不對 什麼 裁員啊 裁誰啊 看看我們誰的健康檢查 通過不了啊 誰的身體有毛病啊 那麼就請各位回家吃自己吧 希望這次全體健康檢查的結果 能作為我們礦場改善衛生安全的依據 至於檢查的時間 恐怕要麻煩你們替我們安排了 這你放心 沒有問題 等一下我跟我們醫師們研究一下 請進 好 任務長 你找我 是這樣的 剛才米思秋啊 突然給我寫了一份辭辰 我是想問問你 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荒荒 他要離開醫院 為什麼 據他跟我說呢 他說想去幫他媽媽 照顧官員的那些孤兒 不過呢 據我這個側面打聽啊 他所要離開這裡 恐怕是為了理由 或許我 對 對 我給你們介紹一下 這位就是我們 這個 devotees 外科大師 陳振宗 陳醫師 您好 我信芳 教方雅芬 請多指教 陳醫師 buzz 您好 這位方小姐啊 她就是台北方式企業董事長的千金 她到我們七朝來呢 是幫助她爸爸 來處理一下唱風的事情 同時呢 她說這幾天呢 希望我們院方 能夠替他們全體員工 做一次健康全身檢查 為什麽忽然要車子 跟我怒氣 跟我自己怒氣 怎麽說 怪我自己不今天 嚇走了方可 要是我不趕緊辭辭 說不定以後 不知道哪個醫生又會被我嚇走了 這是你的辭職 是我擅自做主 向院長要求退回來 你有什麽資格這樣做 為了想挽留一位好同事 我沒有考慮那麼多 好同事 原來你是把我當做你工作上的好夥伴 當你看我的時候 你的眼中只有紗布 剪刀 一號茄子 二號手術刀 林思雄 謝謝你幫我這個病人量體溫 林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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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死你 在你眼中我只能看到我自己 始終傳雷神伴 我恨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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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我完全一副大哥對小妹的神 我恨死你 你知道嗎 我恨死你 你對我 你對我來說 我不要聽 我不要聽 這簡直豈有此理嘛 我才上幾天班 他明天就在我在家裡休息 你不是你的休息 是大家要休息的啦 我們後天又去醫院體檢 這是公司給我們的一天好意嘛 他是怕我們得到什麼小麻痺症啊 腦磨炎啊 還有什麼花一副錢啊 你才花一副錢耶 阿龍說的沒有錯啦 以前都不體檢 現在忽然要體檢 我想一定是那個女戶廠長想要裁員 找個理由叫我們這些人退休 阿翔沒那麼簡單 我就不去洗澡 看他們幫我怎麼樣 要不然啊 大家都不要去體檢怎麼樣 好 講定沒有 講定了 我們明天後天 就在家睡大佛覺 好不好 好 米子秋啊 又決定不辭職了 小孩的脾氣總是這樣子 你 老大姐氣得很快 放心啊 明天上班 我把你說她是小孩子的話 告訴她 甜蜜蜜啊 吃完豆就走 那他會殺我 不可 你們今天不用補齊啊 補你的頭啊 明知顧問 沒想到連這個小店的學生 都逃不了 好 就不到這種地方 這人頭啊 不無難無用 他自己生不了學啊 辛苦賺了一點錢啊 錢是往他們身上砸 我 來 想幹什麼 給我站好 我為什麼要站好 不好說 現在你們是什麼身份 你想幹什麼 有書不好好的練 你們父母那麼辛苦賺成讓你們補習 結果你們 是這樣子暴打的 怪什麼事 快 錢是不可以啊 原來你是醫生啊 我還以為你誰咧 少管閒事 你以為你是誰啊 莫名其妙 跟你大哥講 叫你大哥找他 你給我閉嘴 人氣輕輕的 什麼口氣 他大哥是誰 叫他啦 他大哥徐進龍 怎麼樣 阿龍 我打死你 阿龍 別死你了 阿龍 阿龍 你補習給我補到撞球場去了 我賺錢給你讀書 連買摩托車的錢都是給你拿去補習 你居然給我去讀撞球補頭院 你給櫃子 你給櫃子 櫃子 櫃子 我也沒對不起你 你說 我也沒對不起你 我對不起你了吧 阿龍 你說 你怎麼對我 阿龍 阿龍 你不要打了 你不要打了 阿龍 你不要自己打好了 我也欺負你的 跪下 阿龍 你不要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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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Sean 他 зн夠 你不斷 在那邊 我肯定不斷 你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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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婚的斷骨, 韓醫師已經把他接上了 讓他住院治療, 我想很快就會復原了 謝謝, 謝謝, 不客氣 你也認識嗎? 把弟弟的腿都打斷了 你為什麼不會往自己的腦袋敲? 方方, 好啦, 阿龍又不是故意的 他現在心裡已經很難過了 他難過, 就是因為有他這樣的大哥 難怪登婚才會跟著學壞 我又怎麼樣? 我每天賺錢跟他讀書還不夠嗎? 光是賺錢給他讀書有什麼用 你看看你自己, 整天喝酒打架 你能給登婚做個好榜樣 你關心過他在學校的生活沒有 你有關心過他的功課嗎? 好, 媽 我才小學畢業 我怎麼關心他的功課 他在學校沒有老師管嗎? 沒有老師管嗎? 那那些老師都幹什麼事了? 你先坐下 學校每一位老師, 底下學生那麼多 怎麼能夠完全看見每一個人 最主要的還是學生的家長 應該在課外的生活上 家裡輔導, 家裡留意 隨時跟學校保持聯絡 這樣一來, 這樣一來 我有什麼都不可以做了對不對? 這樣一來 阿龍 只是說, 要你多抽出一點時間 來關心他 又不是說, 要你整天來盯著他 你真是跟你一樣的講不通 對啦 跟我講到什麼講不通 跟別人什麼都通 你少在那邊講話 曖曖昧的好不好 誰知道 誰知道 你們知道了什麼 誰知道你們有沒有暗暗暗暗的 外面人講得太多了 他說你們兩個 已經睡在一起了 什麼事 詞曲 李宗盛 醉了醉了 我醉了是為了誰 別時總該對我說身在灰 往日的海是什麼 能否一整夜 過去的海是什麼 是否一成回憶 就算千錯萬錯 請給我一個機會 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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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給我的誓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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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